各位贵宾好 我是神仁健康的周同城 我想豆浆已经研发出两千多年了 很多人问我说 你卖豆浆你能活吗 满街都在卖 那我告诉他 我们的豆浆不一样 我先讲一下 我们现在呢 这几年呢 植物奶特别的风行 然后尤其呢 像这个全球的 有181美元 然后成长率呢 是有10% 那尤其在日本市场 这三年 成长了10倍 然后在豆浆 在全球的这个植物奶里面 它占31% 那在台湾呢 占了这个 百分之65 那台湾呢 经过一个统计 大概喜欢喝豆浆的人 占了39% 那神仁呢 他其实就是要解决 两千年来 大家共同的问题 那大家都有经验 你在市面上 喝到的豆浆 都感觉 非常的水 其实这不是业者 故意要这样做 因为它在磨渣的过程里面 它会产生了 40%的豆渣 那这个豆渣呢 它经过过滤之后 成为废料 那这个废料呢 其实它会造成 费时费工 费料费钱 它的产量呢 它就很低 品质呢 也不佳 而且呢 现在 在地球环保液体的下面 它会产生一种堆肥 那这个堆肥呢 其实很可怕 因为呢 堆肥在过程中 会产生70度的高温 会产生药氧化碳 会产生甲烷 会产生非常多的温室气体 然后呢 它需要的时间呢 是两到六个月 那这一段时间 它会大量的 释放这个 这个高温 还有就是污染土地 和这个水源 其实堆肥呢 在过去台湾的市场里面 因为畜牧业已经四围了 所以大部分都会送到堆肥厂 那堆肥厂 它不是马上可以变成堆肥 除了环境的污染之外 它后面还会产生 加构所产生的碳排 所以我们神人 现在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我们让这个绿渣的这个过程呢 完全免除 然后呢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 全豆豆浆的一个工业的 一个制成的技术 它制成非常的单一 它不去渣 它工时 它的原料 通通减半 但是 它的香度 浓度 产量 还有它的收益 都倍增三倍 那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 我们用了一个 跟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方法 因为传统呢 大家常常用破壁机 用搅拌机 甚至用石墨机 用很多种方法 可是 不管是研磨力 或剪切力 都不能够解决豆渣的问题 我们后来 透过不断的研发 我们发现了 用一种 高压喷射流 对撞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它就在一厘米 这样的一个管道里面 我们打入了 35个大气压 然后让豆渣 彼此对撞 成两微米的 这样的一个维系颗粒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让这个豆渣 充分的乳化 均值 而且呢 它会变成非常好的吸收 然后让 所有的香度 浓度 营养度 大幅提升 我们现在核心技术 就像刚刚所说的 我们可以产量 提高三倍 我们可以增加 豆浆的营养价值 可以到三倍 我们可以零化 废弃物 我们可以让制成 还减少了二分之一 而且我们可以 有效降低碳排放 而且未来这个碳排放 会变成碳收益 再来就是 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赢得了 在110年 技术专利奖 还有发明的专利 那这是我们合作厂商 和我们合作之后 我们日产20吨 我们可以做一个 大批量的生产 那神人健康就是一个 这个符合联合国 SDGS趋势 将全球豆浆革命 带入一个历史性的新境界 我们的经营团队里面 包含了新加坡 探权交易所的执行董事 帮我们认证探权的交易 我们的胡子行长 他八大植物奶 他现在都可以全方位的来做量产 然后我们石淑静小姐 新加坡软银 这方面对我们非常 希望协助我们做这个 未来通路跟资金的益助 那我们何济甫行销长 他现在已经创造出 有30万销售量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的Milestone 在2023年 我们取得了全球豆浆制成的发明专利 然后呢 我们现在打算要开始 进行我们那个量产的规划 我们现在十大通路 已经布建完成 现在目前就是准备开始量产 然后我们月营收上看1.11亿 然后我们的蓄购率 达到55% 我们的毛利率达到43% 然后我们有五大收益 然后最重要的是探权收益 探权收益呢 一顿的豆渣 根据环境布 是产生2.06顿 所以呢 我们只要做1% 我们可以产生 3296万的收益 神能这样的一个技术 他就是把传统的黄豆 变成黄金 感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 再一次感谢神能的周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